不想把这么好的一门手艺变成只有旅游的时候能见到 只有父辈那一代听下来的这种故事 这个口径是24的 我叫弟弟诺尔伊斯坎旦 我叫伊尔夏提布拉因是新疆哈密人 现在跟我的爱人是在我们的和田创业 像这棵树的树影至少要达到了200年以上 和田是核桃的主产地 核桃种着面积最大也是在这里 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木碗了 我们做的厨具以核桃木为主 比如锅烧锅产碗这一类的纯天然 无奇无拉的维吾尔族传统的木雕手工艺品 通过咱们的互联网的形式 销售给全锅 我们17年结的婚 爱人的妈妈给我们家买的不沾锅 几千块钱 不到三个月它就变得沾底了 我就发现铁的锅烧被影响不沾涂层 然后我到喀什刚好出差 就看到木质的锅烧了 把它带回来送给它了 用的时候我们的第三口锅再没有坏 有一次自己使用不当 把那个烧坏了 我在乌鲁木齐找找找 没找见 年轻的人他是已经习惯用陶瓷的主具 在新疆这些东西也快没有了 到河田来之后 发现在河田有这个锅烧 我们在乌鲁木齐竟然都找不见的东西 在河田竟然可以买得到 为什么我们不去尝试着卖一下这个 现在不像以前了 80岁的老阿姨都会说 我的快递到了 大家的消费方式不同了现在 2020年1月13号开始做的直播 我的粉丝不多3.5万 群体80%是内地的用户 之前我是在一家咱们的国企公司上班 我跟我老公分居两地 一天都吃不上一顿坐在一起的饭 我老公既然在创业 那我们就去一起坐一坐 我不想过一夜忘到底的生活 2020年那个冬天是特别的 我们去拜访手艺人的时候 我开车嘛 我也喜欢偷懒 我不下车 我去你下去问一下这户 有没有手艺人 你下去问一下那个商店 哪有手艺人家 然后他就是下车上车下车上车 老一辈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 还健在的老人 如果他光靠木雕的话 他一天可能100块钱也挣不到 我们有个手艺人 奥斯曼米吉铁 65岁的一个老人 他做锅烧已经有52年了 做木雕 他从10岁开始学的 机械化生产做不出来那个人工的那种弧度 一把锅烧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做 砍上万次才能成型 刚过去的时候他不愿意 他觉得我们是在骗他 让他做完之后不买他的货 我们连续去了七天 最后说实话可能也烦我们了 当初答应我们就帮我们做五个 慢慢看我们也是真心的 就是现金交易也不会拖欠他的工资 然后他就跟我们签合同了 家人员自己下的赞 在最低保底是三千 做得多上万的也有 我们连续带拿的 他装修了新房子 把家电都换了一遍 看到他生活上的这些细小的变化 我就觉得很开心 酒家的手艺人在跟我们签订了合约 他们以前都不做这个了 就是卖干锅的卖干锅 然后在工地上班 工地上班 他们都现在回来了 每一件工艺品 它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 核桃木它本身是硬木 只能用最自然的办法把它阴干 这个环节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我要测试它的水分 必须要12%到15以下 才能加工 把它做成真正的碗 然后才能去销售 春节到现在3月份为止 我卖出去了30万的货 从2020年的8件到现在 3月份的1000多件 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是很好了 它从快没有到现在 已经影响酒家人的生活质量变好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我有信心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好 我们晚上准备聚会 因为我们一年了来这个村里 这边生活比较舒服 吃的都是本地的羊肉 然后农民过后自己种的蔬菜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看电视 我在买书机 你想我了吗 还 妹妹睡觉 给我看看你妹妹 我叫我叫 带着妹妹坐飞机来找我们 好不好 离家2800公里之外 根本就没有时间 他们小的出生 两个月就断代放在那 我特别害怕 他们长大着我怪我 从不认识木头不懂木头到现在有一点点成就 都是大家教我们的 我也继续努力把直播做好 带来更好的效益给我们 谢谢大家 干杯 我们也是希望用各式各样的途径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里 然后到新疆来看一看 到这里来走一走 真正的去了解我们新疆的风土人情 去了解我们新疆的传统积极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成功 我们一定要成功